妈妈你坐着和丹丹姐姐聊天呗 那我就说到和吧 说宋南丹生气在哪呢 说有一次那个和朋友聚会 说人问说 说宋南丹说她是你的好朋友 然后我说宋南丹我根本都不认识她 我说如果这样一句话话 宋南丹都听不出这是玩笑话 那就是故意的 你这完全是错的 你自己一点都不记得 因为你是无心的 我告诉你事实是什么 是是什么 不管经过多少年 我都会记得 咱们一块在王府饭店 我们都特别开心就去了 一到那我说还有倪萍 我说我跟倪萍是特别好的朋友 我当着那些人 然后你说我认识你吗 但你相信我 你绝对是在玩笑 百分之百在玩笑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懂 我有的时候都在想 你是不是就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都属于花来的 比较快 有的时候可无遮拦 另外呢 人在顺境的时候 就是会对别人的那个感受 考虑的少一点 别人说我不信 但你说我信 那时候没意识到 那我现在跟你正式道歉 我后来也觉得是错误 就是我跟人开玩笑没输 我还以为今天我得喝高了 才把这些话说出来 谁知道一进门 他俩就先信花了 你俩先加个微信呗 你带我 带我 你秦上改成松楠楠 好了